今天好大的太阳 晴空万流 续缓只有73公里 先去把电充满 到充电站了 我现在在松阳湖充电站 现在这个时候充电的人还是挺多的 大家好 我是小林 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来充电站补电 因为昨天晚上搞得太晚了 大家的 昨天我起床完差不多一点钟才睡觉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没骑得来 昨天跑了700度 但是今天只能跑半天了 本来今天想一下跑一下高德的 但是我想着上一次跑了高德以后 突然跑滴滴就没有单了 所以我今天不敢冒这个风险 电已经充满了 现在下午可以干活了 把这个里程清理一下 OK续航403公里 开机了 今天的目标不高 能跑300块钱就不错了 看能不能完成 这开机的5分钟了好像没反应 17公里再滑一下 离我300米 我等一下看能不能变试试单 那一代没了 被人抢走了 拿了一个拼车的单 就开不去的 还可以 这一单的话应该有个 14 5公里吧 有单就不错了 不能挑 下了一单到这个中电软件云 出来快两个小时了 跑了5单 77块钱 看一下跑了多少公里 48.6公里 这个公里数和这个金额 差不多就是1比2的比例 然后今天的话 趁着这个天气特别好 不用开空前的情况下 就给大家测试一下 我这辆跑了21万公里的比2底性能源汽车 到底它的真实续航是多少 中电远见员 这里不小心没大胆 要是能给我来一个去机场或者高鞋站饭 那就好了 南家的买展道 等了一个滴滴透快 加价2块1 这是什么操作 把车牌还要遮住 这警察要看到了不直接给他来个现场处罚 4点5时停止接单 盖饭了 左边是兰州大酒店 右边是沙县大酒店 今天就是沙县 晚上吃个辅助炒肉 吃完饭了 又得继续搬砖 跑了100公里 还剩275的续航 这个续航还可以 然后继续干活 还有一个学习 像这种下雨天啊 确实看不清楚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这种路口 7点54 送了一单来这个天心区 离我的目标还差45块钱 今天已经跑了154公里了 续航还有205公里 来了一个小百利哦 拼车单双拼 32块钱 导生都回家了 7点5个小时 16单293 现在是晚上的9点50 到家了 我一个是跑了192公里 然后现在的续航的话 还有154公里 然后我这辆车已经跑了将近21万公里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这辆跑了21万公里的比亚迪牌电车 它的真实续航是充满400公里 实际能跑将近300公里左右 所以说这个比亚迪的电池 真的是蛮耐用的啊 但是目前的这个电价 让我特别头痛 你看现在充电的吧 1块4毛6 我去高速服务区2块3 本来新能源车 跑网络车 是优势啊 我今天测试的这种是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 它的真实续航是能跑300 也就是说 续航衰减了20% 但是到了真正的冬天 电车的续航是要打5折的 意味着我每天充电的费用 大概要花130-140 实在不行 都穿着衣服不开空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也喜欢小铃视频的 记得点关注 拜拜